搞定是高新区有887家科创型企业 厉害吧 为啥这么多的科创企业在这里扎堆入住 告诉您个小秘密 在高新区搞创新研发 企业可以得实惠 说到得实惠 入住企业天和电子的财务总监王小冬有话说 2023年公司的研发费用一共发生了2500万元 其中符合家里扣除条件的是1741万元 相当于我们的企业所得税给我们直接减免了262万元 国家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天和电子 在发展中也有自己的痛点 作为一家知识密集型企业 人工成本高 研发投入大 高新区针对企业进行了政策扶持 实施了包括研发费用加急扣除在内的一系列财税政策 来帮科创企业获得更多的发展资金 研发费用的加急扣除政策 其实相当是说研发费用投入一块钱 相当是税前扣除两块钱 那这个对企业的所得税影响非常大 像天和电子这般享受政策的企业 在保定市高新区还有不少 2023年 高新区共有887户企业申报享受了研发费用加急扣除 加急扣除额足有8亿元 这几天 河北新闻联播关注了各地依托科技创新 激活发展新动能的势力 保定市高新区以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基础 推动一揽子政策落地生效 一大批科创企业获得了创新研发的新动力 企业占了便宜 科创研发也更卖力 这样的正企双向奔赴 是不是要点个大大的赞